第一個問題我想問 關於人手,即手掛籠 其實在開工之前是需要申請的呢? 現在是沒有申請的機制的 那你怎樣得知 在甚麼地方現在進行手掛籠的工程呢? 根據職安建的相關法例 其實如果一個工程 不論是否地面也好 地上也好 如果是超過某一個時間 和超過某一個人手 其實是需要向勞工署通報 所以這一類的工程 我們知道通常都頗長的時間 所以一定是符合到勞工署需要通報的要求 那在7月10號這個意外 有沒有向你們申報呢? 如果去… 我們要查回我們的記錄 但是如果… 你今天來到,你要知道有沒有? 我相信他們有的 其實因為根據我們的經驗 這一類的工程 是會向我們作出剛才我說的通報的其實 OK了 作出通報 是否每一個通報你們會巡查? 我可以很肯定說 我們所有收到的相關的通報 我們同事都會去做一個巡查 那就是說在7月10號這個事發地點 你們有沒有曾經作出巡查? 我們跟著那個記錄 我們是沒有做過巡查的 在出事之前 為甚麼會沒有? 我們回去檢查一下 我們有沒有收到這個地盤的通報 剛才說得很清楚 說應該有 就說要回去再看看 三個就你問我耳朵 咬一下耳朵 來到都不知道究竟有沒有 有沒有巡查過? 沒有 這個工序危險的 死了三個人 你們的程序上沒有的嗎? 如果你們覺得危險的話 那你應該會巡查多些才對的 現在人都死了 你連自己有沒有巡查過 你現在這一刻都回答不了我 你對不到一駐三個家屬嗎? 你們知道危險的嘛 主席 即是在你們沒有新指針之前 我就要求你們全面 將來有任何人申請 你都要巡查才行 你看看你的數字 你巡查了636次 這一類的密封空間工作 有138份的書面警告 9張暫時停工 24宗就告了 你計算這條數 大約2成7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每巡四次 有一次必定有問題的 我想問你整個勞工處 有沒有其他條例 竟然是可以巡四次 是有一次有問題的 你覺得有問題 你就應該即時停工 而不是就這樣說給書面警告他 任由人們無生命危險 繼續在這裏工作 我 Celness 我們是在這裏工作的 在這裏工作的 在這裏工作的 感谢观看